大家好,歡迎收聽外交短評 中秋節寓意人月兩團圓 美國就是要在這個佳節期間 在兩岸之間搞小動作的 9月17日,農曆8月15日正日早上 美國軍方公布一架海軍巡邏機 在當日過航台灣海峽 美國第七艦隊在官網說 這架P-8A海神巡邏機 在國際空域過航台灣海峽 彰顯了美國致力於確保印太地區自由開放 美國第七艦隊也說 美國是依據國際法在台灣海峽開展行動 維護了所有國家的航行權利和自由 對於美方的公開炒作 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微信公眾號通報 這架P-8A反潛巡邏機 過航台灣海峽並且公開炒作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說 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 另一方面 兩岸同胞都視為十分重要的 傳統節日中秋節到來之際 解放軍東部戰區在9月17日上午 發布了短視頻《守護美》 一以貫之就是表達守護大美中國 守護家國統一 守護兩岸福祉的使命、願景和堅定決心 與此同時解放軍也在影片中 罕見地公開了近年來對過航台灣海峽的 外國艦船的證監畫面 環球時報報導 這次的短視頻首次採用了中英相與字幕 此外短視頻節奏分明 2分29秒的短視頻選擇了兩種配樂、兩種畫風 傳遞了兩種聲音、兩個態度 短視頻展示了西湖和日月潭、 母兒山和阿里山、魯肉飯、梅花糕、 蝶王寧、拜媽祖等一系列的景物 凸顯了兩岸風貌相似、口味同好、 言語相通、習俗相近的同胞之情 視頻中特別選取了新疆的風光、西藏的盛景 這些是對日前國台辦回應台灣網紅驚嘆 新疆景美、仁美、食美的巧妙呼應 而視頻的另一部分是風格轉變的 展示了鄭成功、驅河收台、私囊、平台、服統 台灣同胞抗擊日本殖民統治、 國共兩黨合力抗日救國 在歷史中攜手向前一致對外的精神內閒 值得注意的是視頻的結尾 解放軍罕有地公開了近年來 對過航台灣海峽外國艦船的偵監畫面 從視頻可以明顯看到 這些外國的艦船無論大小新舊 行動都盡在解放軍掌握之中 有軍事專家對《環球時報》說 短視頻將圍禍兩岸和平、阻礙兩岸團圓的外部勢力 直指為癡味洶洶 結合兩岸同心與外的史實 希望對岸分清敵我的勸奸 和對歷史照進現實的期盼不言致命 此外,針對台灣防務部門 自此海峽天纖 質疑大陸軍事實力 中秋節前夕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作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可靠手段 令到天譴變通道的霸氣回應 東部戰區選擇這時披露全程跟監有關畫面 側面認證了解放軍陷阱台海的強大能力 堅強決心、必勝信心的 報導又引述軍事專家說 這充分展示了面對干涉台灣問題的跳樑小丑 解放軍完全有信心、有實力守護台海和平 守護家國統一 如果說美軍選擇在中秋節當日 兩岸中國人民特別重視團圓的日子時 派遣巡邏機過航台灣海峽 是打一場認知作戰 利用過航來為台獨分子打氣撐腰 中櫃也作出回擊 解放軍東部戰區也在中秋節當日早上發布了這條視頻 罕見地公開外國艦船過航台灣海峽的畫面 意思很明顯 這些過航炒作盡在解放軍的眼簾下 以大美中國為主題 畫面從新疆、西藏、港道、鄭成功 抵抗外地 可以視之為認知作戰的反制版本 另一方面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近日發布了 關於對華家徵關稅最終措施的公告後 央視新聞網站發表了國際瑞瓶評論員的文章 批評美方的做法是面子和實質上都受損的 文章說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近日發布 關於對華家徵關稅最終措施的公告後 美國產業界和經濟家紛紛表示擔憂 今年5月美國政府宣布 在維持原有對華301關稅的基礎上 進一步提高對中國電動汽車等產品的關稅 這些措施原定在8月1日生效 結果在7月30日和8月30日兩度宣布推遲 原因是美國官方聲稱要研究一千多份公眾意見 雖然大量意見反對加徵關稅 或是申請擴大關稅豁免範圍 但美國政府最終拒絕傾聽一意孤行 這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做法 不僅違反了美方不尋求打壓壓制中國發展 不尋求與中國脫勾斷鏈的承諾 也違背了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 盡顯美方出以反而言而無信的 文章又說對比一下可以發現 在美方發布的最終決定中 今年5月宣布的內容大多數都被採納的 例如電動汽車加蒸8%的關稅 對半導體和太陽能電池加蒸50%的關稅 對鋼鋁、鋰電池和系關鍵礦物徵收25%的關稅等 此外還提出將鋼、芯片和多貞值產品納入加蒸關稅產品的範圍內 分析人士則認為 美方關稅大棒背後的政治意味非常明顯 隨著美國大選臨近兩黨的選戰日趨激烈 展示對華強硬成為了所謂的政治正確 大家看到一邊就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中 抨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關稅計劃 一邊就是本屆民主黨政府在任期只剩下幾個月時加碼對華關稅 這麼矛盾的情況實在令人睜目 關稅戰解決不了問題 美國也會遭受反誓的 根據路透社9月14日援引代表美國科技行業的 資訊技術產業委員會主席傑森·奧克斯曼的分析指出 自從美國對華加蒸關稅實施以來 已經累計使得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損失2,210億美元 美國政府一直想通過加蒸關稅的方式保護本土產業 甚至想倒逼產業鏈回遷 不過事與緣為美國企業並不埋單 這次加蒸關稅 美國主要針對的是中國的新能源產業 此前向USTR提交反對意見的包括福特汽車 原因是福特目前使用的人造石墨 幾乎完全是由中國供應 而人造石墨是電動汽車電池的關鍵材料 有外國媒體指出 美國政府加蒸關稅的最終決定 很大程度上無視美國汽車製造商的訴求 招致到業界的不滿 至於產業點回遷 有研究就表明 美國的關稅措施帶來的貿易轉移效應是有限的 除了導致自身進口成本上升之外 並未實現減少對中國依賴的政策目標 美國民眾同樣受害不淺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近期的報導 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加蒸關稅措施後 美國人還在為鞋類、行李箱和帽支付高價 根據目的公司的推算 美國消費者承擔了加蒸對華關稅的92%的成本 美國家庭每年增加開支1300美元 不少經濟學家警告 更高的關稅只會令美國消費者付出更大的代價 另外根據美國稅務基金會統計 對華加蒸關稅不僅沒有解決美國工人就業問題 反而導致美國流失14.2萬個工作崗位 美國喬治城大學、政府學系教授 尼塔·魯德拉近日讚文指出 政客認為保護主義有利於創造就業的觀點是錯誤的 他們應該將重點放在減少壁壘和加強全球經濟連繫上 評論認為對美國而言 對華濫徵關稅還會令到它的國際形象進一步受損 世貿組織早已裁決301關稅違反世貿組織規則 美方不僅不糾正 反而進一步提高對華加蒸關稅 是錯上加錯 再次坐實了是徹頭徹尾的國際規則破壞者 另一方面美國對華大幅加蒸關稅 可能危及到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 影響全球綠色轉型進程 眾所周知中國的電動汽車、鋁電池、光復電池等相關企業 積極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 助力全球經濟和綠色低碳發展 美方強行搞脫勾斷鏈 衝擊的是人類的現在和未來的 文章結論是事實一再證明 美國對華301關稅不得人心 美國想通過關稅 壓垮中國企業和相關產業的企圖 從來都未實現過 這次美國針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等 制出高關稅 同樣不會收效的 反而會使自己、內裡和面子都進一步受損 美方應該立即糾正錯誤做法 取消全部對華加徵關稅 中方將採取必要的措施 堅決捍衛中方企業利益 中國的發展震興是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結論是美國現在每對中國打出一招 智商程度都相當高的 意思就是美國壓華政策的成本和代價都越來越高 中美博弈不是一時一刻的面子問題 是在鬥定力和人性的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